大家好 我是Acer 那么今天我又来给大家试车了 试什么车呢 其实试这台车前我也有点热血澎湃 因为这台车是不远万里坐着飞机来的 那么这台车就是我们眼前的这台全新的BMW iX 那么作为一台纯电动车 BMW iX设计更是趋向于新能源化 也是更加的科技感满满 我们看的外观设计 跟我们之前熟悉的BMW车型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雷通 唯一能够看到的一些加速特征 就是这个犀利的双肾子仿进气格栓 为什么说是仿进气格栓呢 因为这是一个装饰板 它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 那么在这块装饰的双肾型装饰板下面 是藏着很多的传感器 它也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 叫修复型的面板 因为据说这个板如果有划痕 会自动修复 车灯是犀利的大灯设计 而且全LED没有问题 那么线条看上去它非常的平直 也非常的修长 这车看上去有一种奔跑的力量 最关键它的轮胎也采用了环保工艺 是天充泡沫的一个轮胎 那么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卖点 就是更加的环保 可回收的材料是非常非常多 我刚才说了 因为它的线条是非常的简厉 也非常的这种流畅 所以这个车看上去奔跑姿势非常明显 那么看车尾就更加明显了 这个一改以往 BMW车型车尾的这种线条 它看上去虽然还是这种典型的 这种棱线设计 而且很硬朗 但是整个轮廓看上去 跟之前我们熟悉的X系列 完全不一样了 比如说这种修长的尾灯 跟车头灯形成一个呼应 而且这个灯带设计非常非常简单 最关键一点 这个尾门是一个贝壳状尾门 打开以后 我们看到它的车尾 是完全被包裹在这个车的尾门之内 但是它也这也提供了两个安全灯 这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 如果打开以后没有灯的话 在夜晚是非常不安全的 同时我们看到一点 用料 全部的碳线的材质都放在了外面 避住的位置 也是有碳线的材质 整个侧边我们看到非常非常的不宝马了 我们知道之前宝马的很多的新动员车 都是把碳线藏在里面 那么IX能让你看到的地方 都让你看到它采用的是碳线材质 这个还是该高调的时候 还是要高调一点 好 我现在就坐在BMWIX的车内 应该说整个车内的内饰设计 跟传统的宝马还是不太一样 大面积的皮质材质 比如说这个座椅 包裹的杆非常好 而且它采用的是橄榄叶揉制出来的 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很多真皮 是靠重金属个等等这种不环保的材料 去揉制皮质不一样 它是完全环保的 同时我们看到中间这个面板 也是一个木纹的设计 这个也是很高级的 那么镂空的设计 横穿这个驾驶座和副驾驶更加的方便 这个有点像MPV了 同时贯穿式的这种大屏 是一个双联屏设计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符合目前它的一个车的定位 更重要一点 这个车采用了三十个扬声器的 一个宝花尾键的影响 这个效果绝对是拉满 方向盘也很有意思 是一个晒车化的方向盘 不是大家想象的地形的 是完全的一个不规则的 一个四边形的方向盘 这个开上去就有点像太空舱 我还想强调一下这个中控屏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合资品牌 或者是豪华品牌 他们在这个APP上 或者是车机的置联上面 一般是做的比较保守的 但这台车该有的还是有 同时什么QQ音乐等等这些APP 在这车上都是有的 所以这台车在使用上 还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再看一下车门侧面 它这个布林布林的 仿吃华乐士起 我常说 其实这种水晶状的这种 座椅的调节按钮 放在车门上 强调一点 这台车的车内的开门 是通过按键的 不是我们传统的机械式的抠手 是按键打开 但是有一点挺奇怪的 虽然采用了按键的开启方式 但车门没有自动开启 还是需要我们手去推和拉 只是一个按键的开关键 这个我觉得既然已经做了按键 那为什么不增加一个 像某些自主的品牌 包括一些高级品牌的 这种电动开启门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 很强的仪式感 也许这就是德国车 该低调的地方 还是要低调一点 再看一下 这个车是配备了天幕 那么这个天幕 也隐藏了一个黑科技 就是这个有点像 787科技的电动调节 这个透明度的 大家看到现在是一个透明状态 大家看到完全是不透明了 大家按 透明了 很有意思 通过我们手动调节 这个按键就可以 甚至用语音 也可以开启 这个天幕的透光率 这个跟我们乘坐的 787科技是一样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 同时我想说一下空间 因为这个座椅 舒适感非常非常好 坐上去包裹性很好 而且坐垫很厚实 加上这个材质 也就是皮质 坐上去很舒服 所以坐上去 你会感觉这个车 非常有意思 非常的舒适 同时空间也是完全OK的 这个一拳多的距离 我就不去详细去测量了 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现在坐在了 IS的车的后排 应该说大家看到 这后排空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两拳的距离 后排的座椅的软度 明显要比前排要更软 所以坐上去 这个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限 会感觉这个车 把你的人整个包裹在一起 很舒服 头部空间也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在把这个扶手拉下来以后 这个感觉 舒适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同时因为前排采用了 运动化的一体座椅 有人会觉得 好像影响了后排的视野 但是其实它座椅本身 也有个楼空设计 再加上中间这个位置 很空旷 所以在后排 你会感觉前方的视野 会非常非常好 这台车 因为是一台纯电动的车型 所以它后排是没有凸起的 但是你会明显感觉到 后排的地板还是挺高的 所以这个坐姿 你腿放在前排座椅的下面 把腿放在上面 会有一个很好的扩具性 但是如果你把腿放在 座椅的旁边 会感觉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些空 在中央的空调出风口区域 有一个空调的控制区域 后排座椅是有加热功能 但是没有通风功能 好 那么我现在试驾的 就是这台全新的BMW X4 应该说这台车的亮点在哪 就是采用了双电机 两个同步电机 最大扭矩达到765牛米 应该说是非常可观的 最大功率是385千瓦 应该说是属于一个 3.0T这个发动机的一个水平了 应该说还是高工的 同时大家关注的是它的续航 那么它的续航 按照最新的一个标准 CLTC标准 达到了665公里 所以这个续航 你完全不需要有焦虑的 它的电池装备的是一个 105度电的一个电池 所以我们在日常驾驶的时候 如果你有续航焦虑 开这台车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驾驶质感 我们来启动 这台车其实刚才我也开了一段时间 首先它的动力储备是完全够用的 毕竟在数据单身摆着 而且是一个电动车 电动车它的低速扭矩是完全够用的 如果你是一个性能控 开这台车是完全符合你需求的 这台车的悬挂调校是非常的BMW 什么叫非常BMW 也就是你平常开燃油版的宝马 是什么感觉 那么这台车开起来就是感觉是一样的 阻尼感包括拉扯感是都有的 在这种颠簸路的这种舒适度也是完全有的 装备了气压悬挂 所以它在车辆的车身姿态上控制 会更加的理想一些 我们现在行驶的是一个山路 路面情况不是很好 要颠簸 同时路也比较窄 弯也比较急 我们看到开这台车 其实游刃有余 宾馆那台车 车是一个5米的大车 开起来晃晃悠悠 但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悬挂的一个调教 所以开起来并不很笨重 你会感觉到这台车不是你想象那么大 开起来还比较顺手 那么对于一台84万的车来说的话 那么它的驾驶这种感觉的预期 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要求的 那么最重要一点 就是如果你想拿这台车去做运动驾驶方式 去开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还是比较期待明年的50i版本 据说那台车比这台车开上去会更猛 同时增加了很多M的套件 看上去也更酷 再加上它本身一个电动车 就是一个你想要有运动范也有运动范 想要有这种电动车的舒适度 它也有这个舒适度 同时也有低扭的强悍 所以更值得期待 当然那台车肯定价格更贵 那么这台车 我觉得还是符合我驾驶预期的 我比较好开 我喜欢那台车 好 那么我今天试下这台全新的BMW iX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应该说这台车的配置是完全拉码 比国外的版本配置还要高 同时这台车的驾驶感非常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 非常的BMW 驾驶预防很强 再加上有一个600多公里的续航 同时有700牛米的这么一个双电机组合 让这台车开起来非常非常爽 但是很多网友在说 前不久它上市的时候 84.69万元的售价是不是太贵了 我个人觉得 买这台车的人一定不在乎 那是80万还是60万 所以这台车值不值 我个人觉得非常值 但是还是要强调那句话 你即使想花80多万买这台车 未必能买到 因为这台车产量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 再加上它是一个完全国外的进口版本 所以你要有钱尽快去下订 晚了可能你真的需要加价几车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